李善长这感情白打的 好像是朱元璋舍不得他李善长退休一般 惹得朱元璋都忍不住一叹 李善长见状继续煽情 说陛下您要杯酒士兵权 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响应 这让陛下的天威何在 既然那些人都不愿意退 我也只好带头退休了 善长啊 你不但是咱的老师 还是咱的兄长啊 谢皇上 朱元璋被说得心头一暖 处于感激 当即便以李善长辅佐有功为由 毫不忧郁地把张史诚在杭州时 建造的那座规模宏大的吴王府 赐给他李善长养老 并设置守分户150家 赐给电农1500家 让李善长从此衣食无忧 为了打消他的顾虑 朱元璋又特意强调 上次的这座吴王府 并不是想把它拘在杭州 啥时候想回京城了 你就回来 咱亲自陪你喝茶 咱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